你搬善俊浩 對啊 他是誰啊 他啊 可是比許子謙位置更高的人 Sanwell的總經理 現在人在日本 而且他不見任何媒體 所以啊 你搬他最安全了 你看 我連衣服啊 都準備好了 你為什麼這麼虛榮 難道拿真實的 我跟你一起出現在他們面前 這麼讓你丟臉嗎 那不是重點好不好 誰都不希望自己的男朋友 一事無成啊 而且 你也沒有把我當成你的女朋友 既然都要裝 當然要裝有錢人啊 父親 反正我被懲罰 被取笑 你根本一點感覺都沒有 才會說這些無關脫氧的話 我變成怎樣 你根本一點都不在乎 你在乎過我的感受嗎 你要我裝別人 你有沒有想過我是怎麼想的 要我在乎你 你卻只在乎自己 自私 好 我以後都不會去人來幫我了 算了 算了 第一次聽到山君昊這個名字 只覺得有一股憤怒跟不滿 憂傷心頭 我想這就是嫉妒吧 我曾經以為只有我有能力 為天宇掌風遮雨 但是那一天 我的心被重重的傷害了 我完全沒有意識到天宇的 無助與委屈 直到那一晚 我看到天宇日記裡那張 向我求救的畫 我頓時勇氣百倍 就算我只是一隻青蛙 也要想辦法變成王子 恢復保健 營救被困的公主 憲宇 我剛剛從日輪回來就一路 趕到這裡 我沒出過什麼吧 你愛我的把戲 就像狂風暴雨 命中一注定 我的遲到害妳受到誤會 我放棄了 阿強好 我是山君昊 第一次見面就遲到 請多多包涵 為了這個笑容 就算要我出一千個 一萬個謊 我都願意 你真的會為了我 留下來嗎 那要看你怎麼留住我了 哪有女生主動的 主動的事應該要讓男生來 隱約中 我聽到了一陣清脆的鈴鐺聲 宣告了我們的愛情 那一刻起 當而有了新的身分 就是葉天宇的男朋友 這段時光 是我短暫的記憶裡 最快樂 最無憂無慮的一段回憶 直到 許子謙出現